有同学问 我的PS5是港版的 不是国行 为什么也连不上港幅的PSN 难道是网速不行 或者因为不是光纤吗 我先给大家排除一下误区 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的网络带宽质量差 网络兼容性不好造成的 和网速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们在大陆用的网络运营商 基本都是联通电信移动广电这类的 PSN港幅商店的服务器在香港 连不上是因为网络不通 和PS5机器版本是没有关系的 我的这台PS5是国行备份的港幅 北京连通的网 天津移动的网都没问题 裸连不用加速盒 都可以正常进入港幅商店下载游戏 下载速度也基本上都是满速的 我知道在咱们这儿 有的地区它的网络质量不行 这个PSnet网络一直无法登录 只有这里显示了已登录港幅商店 账号才能正常使用 这个和网速没有半模型关系 它是连不通并不是速度快慢的问题 就算你用一万兆也没用 它也是个零 光纤只是一种载体 连不通光纤网线都没用 下面说一下解决办法 先说免费的 不管你用的是无线WiFi 还是有线网络 先改一下你这个DNS设定 不要用自动 手动给它调成4个8或者4个114 网上有很多挨个试一下 如果这个免费的还是连不通 那就只能考虑试试加速盒子了 比如这个讯有主机加速盒 在这我再澄清一个概念 国内一般的网络登录PSN 从PSN商店下载游戏 一般都不需要这种游戏主机加速盒 如果你要想玩多人联机联网游戏 比如PUBG或者COD1920 游戏进不去或者游戏中掉线 这些都是因为网络问题导致的 都可以用这种加速盒来解决 而且通常弱的动物 这个游戏中最大系列的 正在这种游戏中的 不必须